大家好 我是北台道女婿Jerry 那我現在到川路寺 那來到川路寺的川路車站附近就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河商市場 那這邊有名的就是一個聖手洞 為什麼有這個聖手洞呢 就是早期有一些旅客啊 他的經費比較不足 那他就是去外面買了一些白飯 然後來這個魚市場裡面買一些生魚片 然後這樣的費用就會比較便宜 那漸漸的就演成這個市場有蠻多的聖手洞 那這個市場裡面有賣海鮮有賣一些雜貨 那我現在就實際就是點一碗聖手洞 然後這邊也蠻多螃蟹的 我實際就點一隻來吃看看哦 然後這個是公的 哇 これ是帝王餡 話我們是帝王餡 帝王餡 7.500 日幣 穿入這邊的比較便宜耶 讓我們點一隻母的來吃好了 謝謝 這個是花孝蟹 喔 這隻花硝蟹是6800元 這隻花硝蟹是6800元 8800元 我發覺穿入這邊的螃蟹蠻便宜的 然後是活的喔 不是冷凍的 活的 我現在考慮要吃花硝蟹還是吃帝王蟹的 然後我們叫一隻母的帝王蟹來吃 然後他會幫你蒸好 然後蒸的這個費用不用錢 然後他會馬上秤重喔 這隻很大 這隻9300元 這隻9300元日幣 然後這隻貝王蟹 我叫這一隻母的帝王蟹 然後他說有蛋活的 一萬日幣含稅喔 然後還會幫我們蒸好 超划算的 看到沒有 要跑掉要跑掉了 活的 然後這裡有買好已經煮好的螃蟹 然後這邊螃蟹有 毛蟹 花蟹 雪蟹 地 黃蟹 那現場料理要差不多20分鐘 然後這邊也賣 然後這邊也賣很多水產 價錢都蠻划算的 這邊一些冷凍的 然後這邊就是聖手洞 我們這齒刑的目的就是要吃聖手洞 那我們等一下先去買飯 我們也是一個非常窮苦的旅人 我們也是窮苦旅人 所以我們叫了一隻帝王蟹 那我們還是要裝一下 那我們先去買 去那邊買白飯喔 然後這邊有碗有小到特大 價錢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加醋飯 加50塊日幣 來我要當一個 旅費不足的旅人 我要去夾聖手洞了 然後這邊的種類 這邊的種類就非常多 那要跟他吃什麼 因為我點了一隻帝王蟹 我們給俊宥點好了 加了一個鮭魚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窮苦的旅人 他直接點污你了 沙巴里 眼花撩亂 這個 這個 這一個嘛 這個油花 然後這個光澤 嗯 OK 這個我覺得絕對好吃 這個不得了 大きい感 大きい感 もう一つ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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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帶Coupon Coupon可以打九折 聖手洞 耶 我就要吃聖手洞了 那這一碗是1900塊日幣 那早期是一些就是 旅費不足的旅人會來吃 那演變到現在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吃氣憤的 這樣1900我覺得就是 合理的價錢也沒有到很便宜 但看起來這個油花是不錯的 無泥 無泥 無泥就直接吃了 無泥 沒有到很新鮮 但我覺得這個Makuro絕對是厲害的 這個油花 騙不了人 這個就是幾乎是 入口即化 這塊高級 這塊不得了 多吃一口 他有時候吃起來 有點像那種比較硬的 果凍的感覺 那個口感真的很像 這一塊真的是高級料理 那我要留一些給 俊佑吃啊 我就吃這樣就好 我蠻期待我的帝王蟹的 還有這個啊 這是什麼魚 這是KING KING 洗枝刺 洗枝刺 高級魚耶 新鮮 好吃 就是這一碗 我是覺得除了這個汙泥 稍微沒有那麼新鮮之外 其他的 我看這個油花 看這個光澤 就知道是很新鮮了 那期待我的帝王蟹喔 就是這樣 然後就像1塊 那塊的 那塊的 我們就像2塊的 那塊的 這個 我看這個 就像1塊的 那塊的 都是 那塊的 我的帝王蟹好啦 然後這一隻是母的 然後這個 我剛剛有問老闆啊 你看這個 它的卵有兩種 然後這個比較紅的 是內籽 然後這個看起來比較像海草的 這個叫做外籽 那我先吃這個外籽 它就是很多很小顆的卵組成的 那吃起來有點像 就是很小顆很小顆的鮭魚卵 然後吃起來就有點咔嚓咔嚓的感覺 那其實口感沒有到 味道跟口感沒有到非常好吃 蠻特別的 我第一次吃耶 然後它這個全部都幫你切好了 然後這個殼也幫你打開了 所以你吃起來就非常的方便 然後就吃它的卵 這個就超級新鮮的 這個內籽就好吃多了 口感就比較扎實 整塊的 有沒有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各位觀眾這麼大一塊 翼王蟹喔 直接一口來啦 嗯 就是香啊 新鮮就是好吃啊 超棒的 然後來吃個蟹餃 基本上就是殘廢餐都幫你開好了 然後剛剛老闆跟我說 北海道這些 海鮮呢 還有這種說帝王蟹 三月是最便宜的時期 那價錢會有波動 然後最貴就是12月 那時候可能也是日本要新年了 所以各項的海鮮價格都比較高 那我蠻推薦大家三月來北海道 它是旅遊的淡季 飯店便宜 海鮮也便宜 然後其實你要來滑雪 北海道的雪三月其實也超多的 就像今天 其實北海道下的暴風雪 我來道東 兩個暴風雪我都遇到了 大家可以叫我雪男 雪棒 好新鮮 來一口啊 新鮮 好吃 大家三月也可以來北海道玩喔 我們兩個人把這隻母的帝王蟹完食了 不過說實在了啦 這隻帝王蟹我覺得四個人吃差不多 我們吃到後來 其實我們味覺都有點疲乏了 我覺得邊際效應就下降很多 那我們現在要趕往阿涵湖了 大家現在看外面沒有暴風雪 那我趁現在趕快開過去阿涵湖 遇到暴風雪就不妙了 來一路上非常的順暢 我們來到了阿涵湖莊喔 那我們今天下他的Hotel 就是我日本朋友Mazoka 提供的 那我們來到這邊阿涵湖下的大雪喔 那我們要趕快進去Chain了 雪超大的 這飯店大廳的樣子 其實我在三年前也住過這一間Hotel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拉比油 冰淇淋吃到吧 那我們就帶大家參觀一下我今天入住的房型喔 喔 不錯喔 古色古香的 是一個 一個和室 那配的是兩小床喔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爐子喔 然後配著這個南部的鐵器喔 可以讓你泡一下日本的抹茶 然後這邊還有提供 溫泉饅頭一個甜點 這個爐子我蠻喜歡的 然後今天提供的房型是阿涵湖第一排喔 哇 湖景的房間 在房間就可以看到整個阿涵湖 那不過現在白茫茫的一片 前面都是阿涵湖 我現在都結冰了 我們明天就要去 阿涵湖上面體驗單車喔 在阿涵湖上面騎單車 然後呢這一間阿涵湖裝啊 其實已經開業很久了 那房間也保持得不錯啦 看起來蠻有歷史感的 那我現在去帶大家看一下他的廁所 跟他的衛浴 來大家參觀一下他們的衛浴 然後這邊一個很大的洗手台 然後這邊有一個棚子放著是 吹風機 冠洗用品 跟杯子 然後就是冠洗的地方 通常你住在這種溫泉旅館啊 通常都不會在冠洗室洗澡都會去泡溫泉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去泡溫泉了 那這間老闆說他的溫泉是百分之百自家引進的 沒有燦什麼熱水 那據說呢 大廳還是有吃到飽的冰淇淋喔 我們現在先去吃冰淇淋 然後再去泡湯喔 吃到飽 那我們去拉餅那邊吃 嗯 超好吃的 我覺得跟外面賣的沒有差太遠 如果你有帶小孩子來啊 住在這邊一定要一直吃一直吃 那通常我會加一點咖啡 然後那邊有咖啡機 也是不用錢的 我等一下去喝一杯咖啡 然後大廳還有提供免費的咖啡喔 然後很有黑咖啡 拿鐵 檸檬茶 紅茶都有 那我來一杯 熱拿鐵 耶 咖啡好了 然後這邊有奶精 糖包都有 那也有茶 然後我這邊都會跟咖啡跟這個冰淇淋 密食在一起吃 這是我個人的獨特吃法 冰火舞從天 好吃喔 我的吃法 三小時後 那我們要開始去吃晚餐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一間飯店 就是把二樓的房間都變成小包廂 那我們現在要去其中一間房間享用我們的晚餐 哇 我們就在這一個房間裡面享用晚餐囉 看到沒有 又是一隻 這個超大隻 這個絕對是難的 我早知道在 川路就不要吃了 今天的晚餐 這邊有一隻超大的帝王蟹 然後還有握壽司 有小火鍋 然後這個 甜不辣 然後有生魚片 超豐富的 而且我們是在包廂裡面 跟我們的朋友 好 他是阿含湖這邊的地頭蛇 所以今天就是他招待的 就是他去年 就是前年 就是被來到環島的時候有幫助我 關了腳踏車 所以這次我來阿含湖拍影片來謝謝他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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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然後這邊生牛肉是自己要刷的 小步小步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蛋 有點像壽喜燒的感覺 我吃個七分熟好了 放這個蛋汁 包一下這個牛肉 這個牛肉蠻新鮮的 超讚的 真的是太幸福了 晚上又吃到一隻更大的帝王線 你看 整隻的蟹棒已經被我吃掉一半了 本來應該這麼粗 來北海道吃海鮮真的太幸福了 那我們要來泡路名的湯 這一間飯店有兩個湯 那戶外浴池是在二樓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室內的在五樓 那我們現在進去的是二樓的戶外的 然後現在就在戶外的這個溫泉池喔 那我有徵得飯店的同意飯店 就是在清場的時候讓我進來拍喔 看了沒有在白雪下面泡這個溫暖的湯 就是每個人來北海道一定要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泉源是百分之百的溫泉 這個情境真的是很特別喔 我上半身是很冷的 但是我下半身是很溫暖的溫泉 不好意思啦 可能大家現在已經第二次看到我漏點的影片了 我知道在泡湯池看到一個四十歲男的 這個畫面可能有一點大家不太想看 加上我頻道有百分之七十是男性觀眾 他們一定是想看一個正妹泡湯 那另外百分之三十的女性觀眾應該也 對我的同體沒有什麼興趣啊 就是今天這個晚上是我住在道東的最後一晚喔 那我明天要去體驗阿涵湖的自行車喔 如果天氣允許的話 那我明天就要回札幌了 那剛剛跟我們的馬中卡長聊得很開心 然後他明天也會協力我把這個影片拍得更好 那阿涵湖的觀光 選選到全世界去喔 那今天就這樣囉 那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要復工了喔 站起來囉 露點囉 掰掰 掰掰